皮特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 最近一段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直重复的做着一个噩梦 梦中的家园被外星人入侵 子弹横飞 杀戮恐慌 梦境如此的真实 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为了缓和一下和家人的关系 皮特提前通知妻子玛丽和两个女儿汉娜·露西 等他下班回来带着大家一起去码头游玩 皮特来到工厂干活的时候 无法集中注意力 一个走神导致充电设备烧毁 主管大卫看到后 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这次皮特也不再坚持 接受了大卫的建议 拿着大卫给的医院地址 皮特来到仓库教会工具准备下班 就在这时看着灯光的他 莫名其妙地进入了梦境 梦中的社会一片混乱 硝烟弥漫 炮火连天 更惨的是自己正好被外星人追杀 皮特赶紧找到玛丽 想要一起逃离这里 一个机灵 皮特醒了过来 此时外面早已天黑 看来自己答应妻儿们去码头游玩的事情 又失信了 往家走的时候 皮特看到天空中 似乎有一些奇怪的光亮 而路上的行人 却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 于是皮特来到古董店 买了一个天文望远镜 回到家后 玛丽看到皮特手中的望远镜 更加的生气 都有时间去购物 却没空回家陪孩子 皮特赶紧找个借口说 这是给孩子们买的礼物 还解释了一下 今天之所以爽约 是因为下班的时候他昏倒了 玛丽听到皮特昏倒的事情非常担心 也就没有责备他 玛丽问他 为什么那么排斥去医院检查 皮特说 医生诊断的结果肯定是他想的太多了 所以他才不愿意去的 这时路西被他俩说话的声音吵醒走了出来 玛丽赶紧哄着女儿去睡觉 这天晚上皮特又做噩梦了 而且这次的梦境比以往都清晰 他梦到了天空的亮光 梦到了残酷的杀戮 甚至还有女儿无助的哭泣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 看了眼桌子上的医院地址 皮特终于下定了决心 陪着小女儿玩了一会儿 皮特找到玛丽 把自己决定去医院的事情和玛丽说了一下 玛丽听到后很开心 来到公司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还好今天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下班后皮特就直接来到了医院 就在他等待医生的时候 坐在旁边的病患突然问他看到了什么 皮特没听明白 病患接着说 他在梦中看到了亮光 看到了外星人入侵 皮特越听越是心惊 这个人做的梦居然和自己梦到的一模一样 这绝对不是巧合 里面肯定有什么大问题 接着病患说 医生治疗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记忆 就在病患去见医生的时候 皮特再次进入了梦境 他看到很多飞船离开地球 还有拿着枪的大卫和玛丽 惊醒后的皮特立马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后 皮特把他没有治疗就离开医院的事情说了出来 玛丽听后非常失望 但是晚上玛丽要举办一个生殖聚会 朋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他也没时间跟皮特生气 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晚上聚会的时候 皮特看到别人三五成群的聊着天 而他很难融入进去 于是就独自来到阳台 用天文望远镜开始寻找亮光 等聚会结束后 邻居杰克来到阳台 劝皮特对家人多用点心 两人正说着话 天空中再次出现亮光 杰克说那是什么东西 皮特有些惊奇地问道 你也能看到 杰克说当然能看到了 就在这时 无数的亮点犹如流星般开始下落 这些景象也引起了玛丽的注意 就在他们有些茫然的时候 一道冲击波让玻璃瞬间粉碎 皮特他们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蹲在阳台上往外看去 看到无数的外星飞船开始降落 皮特赶紧叫大家躲起来 出门后才发现女儿不见了 皮特返回来 在桌子底下找到了露西 于是他让玛丽在这里照看露西 他出去找到汉娜就回来 就在皮特找到一个房间的时候 看到一艘飞船落到了窗前 紧跟着就开始疯狂扫射 幸亏杰克把他拉了出去 这才知道杰克也在寻找女儿 这时皮特突然想到 女儿汉娜是电梯管理员 他俩很有可能躲在电梯里 于是皮特和杰克两人开始 撬电梯寻找女儿 果然在第二个电梯里 找到了汉娜他们 在把他们俩救上来后 立马赶回家与玛丽会合 到这时候玛丽终于相信了 皮特梦中的事情 就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 皮特说他梦到过大卫 现在应该想办法去工厂找到大卫 或许能有逃生的办法 杰克他们一会儿就过来 在等待的时候 他俩先用家具把大门挡住 玛丽把两个女儿安顿到里屋 让汉娜照顾好妹妹 就在这时有人开始砸门 玛丽赶紧出去帮忙 没想到玛丽出去没多久 露西就挣脱汉娜 独自走出房间寻找玩具 在桌子底下抱着玩具熊坐了下来 没有回到里屋 外星人推不开大门 直接开始在墙上打洞 一看守不住了 他俩立马跑回里屋 进去后才知道 露西还在客厅 这时外星人已经走了进来 并且在桌子底下找到了露西 但是这个外星人 似乎对小孩没有恶意 并没有伤害露西 皮特趁机冲出来 踹倒外星人 抢过外星人的武器 发现已经坏了 只能和外星人扭打到一起 玛丽抓住机会打晕外星人 皮特捡起外星人的武器 带着家人离开了房子 在天台上找到杰克一家人 顺着天台往远处砍去 整个城市已经是硝烟滚滚 满目疮痍 不明白到底是谁 要破坏他们的家园 外星人的攻击越来越猛烈 他们要尽快赶去工厂 现在必须用楼边的升降梯下去 玛丽害怕孩子们有危险 不愿意乘坐升降梯 皮特说现在返回大厦里 肯定是死路一条 乘坐升降梯离开是唯一的办法 没想到才下了几层楼 升降梯的钢索就断了 他们只能赶紧再爬回大厦 与此同时 被玛丽打晕的外星人醒了过来 因为武器上有定位 他立马联系飞船并且发送了坐标 进入大厦的皮特开始修理外星武器 他知道想要走出大厦 必须有武器防身 这时杰克询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皮特说他们只有想办法去工厂 那是唯一的希望 玛丽说楼下有下水道 进入下水道就可以直接通到工厂 大伙正商量着办法 外星飞船的炮弹突然袭来 杰克一家全部丧生 皮特只好带着家人赶紧往下逃 在楼道里 他终于修好了武器 击毙几个外星人后 安全到达楼下 在楼下皮特看到了抵抗者与外星人交战 趁此机会 他带着家人来到了下水道附近 打开下水道井盖 让孩子先下去 等汉娜下去轮到路西的时候 没想到路西跑到路中间 被外星飞船吓得不敢动弹 关键时刻 玛丽冲过来抱住路西 就在他们刚进入井口的时候 外星飞船开始扫射 躲过这波袭击后 玛丽发现他受了伤 皮特只能扶着玛丽往工厂方向走去 而另一边 被玛丽打倒的那个外星人 根据武器上的定位也跟了过来 中途玛丽坚持不住倒在了地上 皮特安抚玛丽的时候 外星人准备偷袭他 幸亏路西及时发现 最后皮特打倒了外星人 让皮特没有想到的是 外星人摘下头盔后 居然是一张人类的面孔 他喜欢外星人到底是谁 但是外星人并没有回答 这时玛丽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皮特只好逼迫外星人抱起玛丽 一起往工厂赶去 这次终于顺利的来到了工厂 大卫果然是这些抵抗者的指挥官 皮特告诉他 玛丽伤得很重 需要马上治疗 看到外星飞船往这边飞来 大家赶紧躲进了工厂 皮特看到医生的治疗方法只有电机 这让他很害怕 立马就要阻止 大卫却让他安静 这是在疗伤 很快医生的电机器就没有电了 而外星飞船也开始袭击工厂 大卫安排手下解决掉外星人 让皮特带着孩子一块转移 至于玛丽只能说抱歉了 就在这时 外星人突然说 他可以让玛丽继续运转 这话对于皮特来说 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 于是他让大卫带着孩子先离开 他陪着外星人在这里救玛丽 看到皮特态度坚决 大卫说他会在火车站 尽量等到最后一刻 人员从地下隧道撤离 而外星人也开始救治玛丽 随着外星人打开伤口 皮特惊恐地发现 玛丽的内脏全都是电子仪器 而外星人的表情也很奇怪 他问皮特 难道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外星人看到皮特一脸茫然的样子 就知道了结果 他告诉皮特 玛丽需要另一个动力来源 才能救活 也就是需要在皮特的胸口 切开一个口子 皮特也来不及多想什么 只能按照外星人的说法去做 没想到伤口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疼 随后他才知道 自己的内脏也都是电子仪器 在外星人从胸口接触电线后 皮特曾经的记忆终于全部被唤醒 原来他口中所谓的外星人 才是真正的人类 而自己可以说是人工智能机器人 大约在50年前 人类害怕人工智能机器人 取代他们的地位 于是开始了大清楚剂 为了生存 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反攻 结果在那场大战中 人类以惨败而告终 最终只能离开地球 移民火星 为了消除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恐惧感 战后统一清除了所有机器人的记忆 等皮特清醒过来后 看到玛丽的伤情已经稳定 从聊天中得知 这个人类的名字叫乔治 皮特说 他刚才在昏迷的时候 乔治是有机会消灭掉他的 为什么乔治不动手呢 乔治说 皮特他们驱逐的是他的祖父辈 从小就教导他们 要返回地球 夺回家园 但是在他来到地球后 发现消灭的并不是什么怪物 甚至还有儿童 他一时无法接受 认为祖辈的教育有失偏颇 所以才决定帮助皮特的 等玛丽醒来后 在乔治的帮助下 终于赶上了火车 一家人团聚了 在火车上大卫告诉皮特 在消除记忆的时候 还有少数人保留记忆 为的就是准备今天的到来 他们这次就是要去秘密基地 制定计划 重新夺回地球的主控权 返回座位 皮特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 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也知道了敌人是谁 但是却并不希望通过战争夺回家园 只希望有一天会出现和平共处的未来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请关注我 我是陶小白 我们下期见